年纪才15岁的应召战主贤 他读的是台北市某一个知名的国中 在学校其实就经常迟到请假 让老师很伤脑筋 他的住处呢 是因为出路复杂 让邻居也很头痛 他在这个部落格呢 还PO上了名车照片 写下了自己的人生目标 但可惜了 选错方式赚钱 害人又害几 未成年了 你这样不会良心不安吗 应召战主贤一句话也不讲 非常冷漠 跟部落格照片中 看起来外向活泼 差很多 一张张自拍帅气照 完全看不出他才15岁 雕香烟拿酒杯耍裤 看起来迫不及待想长大 除了自拍照 网站上摆满年轻小女生照片 穿着清凉 表情天真可爱 大家还一起相约去唱歌 这些小女生竟然都是 嫌犯旗下的未成年应召少女 实际走访主贤住处 她其实早就是邻居眼中问题人物 她昨天前天有带一个女孩子出去啊 我不知道我不认识她 因为她们那边很乱 回来时间都不一定 对 回来时间都不一定 而且她们那个人非常的早 15岁高姓主贤绰号麻雀 单亲家庭是台北市某知名国中 国三学生 根据校方透露 她经常迟到请假 上课时精神不好 学业成绩不理想 让老师非常头痛 她在部落格上写着 现在这个年代工作非常难找 想要做点不一样工作 来提升个人生活水平 更摆上名车照片 当做是人生目标 只是选错方式赚钱 用网络应召 吸引未成年少女下海 现在不止自己被抓 也害到其他年轻未成年少女 通通留下人生污点 中间新闻台北综合报道 中间新闻台北综合